美国国务卿赖斯昨天重申,美国政府反对台湾当局推动的有关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投票。 赖斯当天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正如美方在最近几个月一再声明的,美方认为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 赖斯说,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与安全,反对任何武力威胁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 美国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不支持台湾。